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上次我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健身是如何持續的這個題材 那接下來就有人在下面留言想要知道 那我同時在健身的過程中 都是在吃著一些什麼樣的食物 於是呢今天有主題 我們就來告訴大家我平常都是吃些什麼 GO 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餐就是 熱鮮 給大家分享一下一個健身的小知識 就是呢如果你想要在重訓當中 能夠達到增肌的效果 那有兩樣東西呢你每天都必須要 攝取足夠的量才有辦法增肌喔 第一個東西呢就是蛋白質 蛋白質是非常重要的 你只要一天沒有攝取足夠的蛋白質呢 基本上你要增肌就有點小困難 那蛋白質其實最好的東西 大家就眾所皆知的就是雞胸肉 那像是蛋啊柴葉蛋啊 或者是各類的蛋也都有富有高蛋白質 但是有個很重要的點喔 就是蛋白可以吃 但是蛋黃不能吃太多 因為蛋黃的膽固醇真的有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要選擇吃蛋的話呢 千萬不要吃得太多喔 那第二個很重要的東西呢就是 碳水 碳水就是也是我們要補充增肌 非常重要的環節 因為像我以前呢也是有都有在運動 我也非常愛吃肉啊蛋之類的料理 但是呢我非常不愛吃白飯 所以白飯也是碳水的其中一個蠻重要的東西 於是乎呢那時候增肌就有非常大的困難 直到最近開始健身之後才獲取到這個姿勢 原來如果你要增肌的話呢 碳水很重要 那碳水呢有幾個非常好的東西 像是米飯其實也算是不錯的碳水 那像是呢我們今天買的這個 登登給大家看一下 地瓜也是非常非常好的碳水 而且以一般我們常理來看啊 碳水的部分 地瓜呢又會比米飯更好一些 地瓜呢它是低GI 吃完呢不太會想睡 它不會讓你的血糖直接爆上來 然後你可能就會非常困想要睡覺 像米飯呢它就是中GI 所以呢它吃完會比你吃地瓜呢 更容易讓血糖上升之後 開始會有點昏昏的想睡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會說 吃飽飯就想睡覺 那可能就是因為這個關係 這個飲料的部分呢 我自己私心想買的啦 不過我還是選擇一個鮮奶豆漿 算是比較高蛋白的一個飲料 它這邊有寫說 整瓶的優質蛋白大概有13克 如果你不知道這個東西 它到底是不是蛋白很高 或者碳水很高的話 記得去看一下它的營養成分 比如說你看它 一塊這樣子雞胸肉 我給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它那一塊雞胸肉 它後面的熱量是100多卡 其實熱量100多卡並不高 還OK 然後但是呢 它在100多卡的情況下呢 就已經有25.4克的蛋白質 意思就是呢 這一小塊裡面 附有非常高的蛋白質 那它就是一個 你也補充蛋白非常好的東西 你可以以這個方式呢 去推斷你吃的每一樣東西 一天大概要吃多少 這個都要去計算一下 那以上兩個呢 就是我們增肌非常重要的兩樣東西 那如果你想要健身 想要吃乾淨一點 就要環繞在這些東西上面 然後最好是 越高蛋白的越好 然後 越高碳水的越好 但是呢也同時要記得 它的油脂不可以太重 或者是它的鹽跟糖也盡量不要太重 因為我們一天能夠攝取的鹽跟糖 如果以正常人體來說的話 是非常少的 所以大家也要自己的去挑一下喔 這裡可以跟大家推薦一下 我覺得全家的雞胸肉 真的蠻好吃的 但是它比較貴一點點 它是那種大塊的雞胸肉 應該正常的男生可能一到兩塊 女生應該一塊就一定夠了 那個大概一塊要99塊 它是小貴 但是它其實肉質算是蠻鮮嫩的 順便跟大家做一下 超商有賣冰烤地瓜 也會有這種就是 現蒸的地瓜 如果有現蒸的地瓜 記得一定要買現蒸的地瓜 比較好吃 也比較甜啦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那因為不是每一間 超商它都會賣烤地瓜的東西 所以就加減囉 現在來到我們今天的第二餐啦 今天的第二餐呢 我是直接用外送平台 叫健身餐來吃 這邊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你平常啊 就是比較懶得煮東西 然後或者是你今天健身完了很累 不想要外出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直接到很多外送平台上面 搜尋健身餐 其實呢它就會有非常多 專門做健身餐的餐廳來讓你選擇 那我今天點的餐盒呢 是香蒜黑膠巴鯊魚餐盒 它裡面的東西呢 有巴鯊魚一塊 然後有胡蘿蔔 有地瓜泥 有青菜 有木耳 還有洋蔥 最後呢還搭配的是五穀飯 五穀飯它營養的成分又更高 比起白飯的話 所以如果有五穀飯 很推薦大家可以選擇一下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話不多說 開吃吧 喔 剛漏掉了 裡面還有半顆的蛋 半顆的蛋 其實我在開始重訓之前啊 真的超級不愛 超級不愛吃像這種類似便當型的食物 我都很喜歡吃一些 什麼日本料理啊 拉麵啊 所以其實我之前是非常 不健康的 營養不良 我甚至也沒有辦法去 捐血 因為我每次去捐血呢 它都會血紅素不足 最後都沒有辦法捐 但是自從健身之後還沒有去捐過血 感覺過兩天可以試試看 以上呢就是我們這一次的 健身怎麼吃的一日分享啦 因為我目前呢是有搭配168斷食的 所以這次就只有分享兩餐而已 那如果你今天是沒有在做168斷食的 一天可以吃到三餐 不過就是熱量的話呢 你可以下載APP 去控制一下你自己今天可以 攝取的熱量大概是多少 好啦 那我們這次的主題呢 差不多在這裡告一段落啦 那如果你有什麼關於健身方面的知識啊 或者是飲食想要分享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或者是你想要再看我拍另外什麼樣的主題 不管是健身的非健身的 也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喔 那最後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